我今天狀態超級差 因為我喉嚨又痛 然後有山錦飛姿 有谷M 但是我一定要拍這條片 因為我兩天後就要飛泰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些 今個秋天 我覺得是很需要擁有的一些單品 很多都是可以重複穿搭的 也有平時我在IG上問到很高的產品 如果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樣想說的是頭飾 雖然這幾年很流行生魚夾 但是之前都說過很多次 所以我們今次就說說其他類型的頭飾 除了Cat帽 魚膚帽 我都很常用一些頭褲 或者是頭巾去做一些頭上的穿搭 如果有看之前我的那個生日Vlog 嘉欣就送了一個Chanel蝴蝶劫給我 其實它的用途都有很多 可以摘低馬尾 低計 高馬尾 又或者是半公主邊 都會加強那種復古的造型感 這個都是JENNY同款 所以當時我收到它很開心 本身是連著一條橡筋的 你可以直接當它是橡筋綁起它就OK 其實可以買一些TWILLI去代替嗎 其實是完全沒問題的 除了HERMES的TWILLI之外 我都還有覺得Dior的TWILLI 都是很值得推薦的 這兩條分別是我最常用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上兩條Monthly Vlog 我和嘉欣去吃生日飯那一條 我就戴了這一條 也都是我近幾年 非常常戴的TWILLI 背面是啡色的 它整個感覺是非常配合秋冬 或者其實春夏我都覺得很常用 是一些白色大地色系的造型 用它是非常白搭 還有一個重點為什麼我會買呢 因為它可以選擇英文字母的Initial 那我就選了S和C 那條就好像綁在我的Lady Dior那裡 所以這些除了可以用來綁手袋之外 綁在頭上也是非常方便 可以在頭上直接綁一個蝴蝶結 或者我最常用的就是當它是頭巾這樣戴 你其實就綁好一個計之後 就把它綁在頭上 然後就把多出來的位置 放在頭巾裡面 看下去就是我平時做好的頭髮的造型 它會比較滑 它是C質 所以你在頭髮上面可以再加一些頂夾 就是那些黑色的夾子去塞住它 那就OK的了 那除了這條之外 我都很推薦Dior的這個Monogram 可以搭配一些比較素色的衣服之外 其實把它反轉 就可以比較搭配一些可能多少少patting的衣服 因為它主色調都是這個beige色 Dior的Monogram 尤其是藍色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造型 所以我覺得它有很多衣服 特別是牛仔 白色衣服那些 都會搭配得很好看 接著就是不同類型的頭褲 我在Rosewood那條片戴這個 是Cucci的Monogram 也挺常戴的 因為秋冬搭配不同的衣服 我覺得都挺好看 這個是一個Vintage的版本 然後就是這些 其實我都是在街邊搜集的頭褲 這個就是我這麼多年來都非常常戴的 這個是之前在韓國買的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橡卜的頭褲 頭比較細和面細的女生戴會比較好看 因為像我這樣頭戴和面戴的 某程度上它是會加闊了我的頭的尺寸 所以我不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頭上 我怎樣都要做一下造型 或者扎起頭髮戴才可以的 就算你穿平時的衣服 但是加了少許頭飾 整體的造型感已經會非常之不同了 第二樣要分享的就是 最近都經常在IGDM 會收到大家問我一些關於我日常配戴的 除了上一條最近不能沒有他 分享過一些比較高單價的品牌之外 我最近都很喜歡 還有都經常會帶他們的 就是來自英國的珠寶品牌 Monica Vinada他們的一些飾物 其實很多年前都有留意到他們的產品 在歐美也都一直非常之流行 連我自己很喜歡的英國王妃 都很喜歡他們的飾物 他們全部的產品都是純銀道金的工藝 當然都會有一些14K金的珠寶 另外我也很喜歡他們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他們只會用一些8%可以回收的貴重道金 或者純銀去製造一些珠寶 他們是包含五年的全球保修和中身維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條是18K金道金非常之精緻的一條 很百搭的手鏈 無論是光亮感還是色澤度方面都很不錯的 雖然它幼身但是非常之好搭 可以疊戴任何其他的手鏈或者手額 還有其實我現在真的長期戴著 無論是平時洗手洗澡那些 我都是沒有脫 但它仍然是保持得非常之好 接著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一對很漂亮的珍珠耳環 珍珠的形狀我覺得是比較特別 和一些圓形的珍珠 是比較自然的形狀 每一對都不同的 加上配合上面這些金色比較粗的編織紋設計 我覺得整對耳環就更加有質感 好像現在上鏡這樣戴著它 其實效果都很出 我覺得它是很搭配一些比較grand的造型 還有整體效果都會有一種很高貴的感覺 很快就換上全套是銀色的飾物 大家見我都比較少戴一些銀色的飾物 但好像今天這樣 例如我穿全白的衣服 襯銀色的飾物又會有另一種感覺 就好像是柔和斯文 我耳朵上面這一對 非常適合日常配戴的半圓形獅子耳環 這些款其實我真的找了很久 例如我已經綁了頭巾 或者頭上已經有其他東西 然後再襯上整身的裝扮 你真的不想對耳環太浮誇 所以我就一直都很想找這些 比較低調白搭又有些東西看的耳環 我覺得它的款式很簡潔 加上上面還有一些小碎磚很清新的感覺 然後它又是銀色 型格得來又會有些高級感 穿T恤牛仔褲其實都可以配搭 我覺得它的實用性和配搭性很高 還有就是我頸上的這條鏡鏈 這幾年歐美和韓國都非常流行的鏡鏈疊戴 我現在短這條就比起鎖骨鏈會長一點 就非常適合我這條鏡比較粗的女生 另外長這一條其實它拉到最盡是有這麼長的 平時搭一些長T恤或者是一些正式衣服 或者是冬天做一些半瓶領的衣服 但這些就會非常之好看 我選的這個吊墜就是搭了一個很簡單 有些圓珠圍著的一個牌制 這些款式非常之簡約 還有它是可以刻字在上面的 我覺得年尾你想送禮物給朋友 或者是另外一半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之適合的選擇 最後當然不少得爭取了一個優惠給大家 如果大家由今天開始去到11月11號 用我的Promo Code Suen30 在MonicaVinada他們的門市 又或者是他們的官網買東西 都會有七折的優惠超級划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記得快點去看看 然後想跟大家介紹一條 我最近非常之禁常穿的單車褲 其實流行很多年了 我現在仍然是很肥 對腳很粗 但單車褲的好處 就可以令到我那兩對肉肉的大腿 不用緊貼在一起 手上這一條是Lululemon的10吋單車褲 記得真的要買10吋 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 比較高差不多1.7的女生 其實10吋在對腳上的比例 才會比較適合 我穿的是Size 10 大家都要去Lululemon的門市那裡試 如果比較嬌小的女生 都可以試試她們六吋或者八吋的款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第一次拍的 最近不能沒有他 我就介紹過一對Nike的波鞋 叫做TC7900 那一對是我最常襯單車褲的造型 無論是我之前介紹過一些襯衣 又或者是接下來的一些薄的衛衣 所有款式都是很適合 塞這條褲在下面 是超級百搭 還有臭女是終極方便 我手上有一疊這樣的外套 這些真的要配牛仔褲才好看的 不然你就很容易會變成非常之成熟 今年我就有兩款比較年輕一點 買了之後我覺得是非常之開心的 第一件是這一件黑白色 比較薄的 你見到是差不多透的 比較修身的小香蜂外套 它是黑白格仔紋 其實你搭配黑色白色牛仔都會很好看的 它有很多懶了流蘇的款式 它真的比較減零的一個款式 而手袖位在我身上就比較緊的 裡面簡單搭配黑色白色頭就OK的了 已經有機會沒得買的 這件是Centro的 我買完之後超開心 是我大肚最後那一陣子的時候買的 現在這天氣就差不多可以穿了 這個版型都比較寬鬆 是一些蜜桃粉橙色 再加一些米白色 這件衣服其實令我想起的一個版型 是類似Biker的皮褲 或者是牛仔褲 雖然它是一個非常之女仔的色調 但是因為它是這樣的款式 所以看上去的感覺都是比較型的 減價的時候買這件 大概2300至2600左右 對比起真正的Chanel 其實它都是affordable很多 我會叫它做一些輕車的品牌 深色都有分棉質或者羊毛 Cashmare 那這件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東沖Outlet那條片 就是Ralph Lauren非常之經典款式的長針式外套 可以有羊毛的質地 我自己選的這件就是Cotton 而且它是比較長有口袋的款式 這件就沒辦法做TOP 但如果你比較小的女仔 你都可以把它扣好扭頭 穿上一件TOP的時候 都可以是好像一件ONE PIECE 也是非常之經典的奶茶色 這件我自己都覺得是搭配 好像我剛才那些金色的飾物 珍珠耳環那些都會是很好看的 都是上次在東沖Outlet買的這件Centro的冷衣 對比起傳統的小香蜂外套 其實它就會年輕一點和隨便 這件是羊毛質地 所以它就會舒服一點和保暖一點 它們每年都會出類似的款式 就算錯過了我這件 或者是錯過了之前的減價款都不要緊 而且它們每年都會減價 這件是我在Farfesh買超級開心的 也是小香蜂橙橙底色的一件針織外套 跟Centro的顏色有點相似的 但它的款式有點不同 我是給台灣blogger Charlie去燒著的 我看到它穿上身的照片 真的覺得超漂亮 它在我手臂那裡有些緊的 它這個尺寸是1號來的了 但它整體的感覺就比較修身 針織是比較粗身 所以這件其實相對之下是顯肥一點 但我還是很喜歡這款顏色 講一下便宜的 這件是Cortonon的 我覺得是超級美的 首先它這個手袖是有些Tom Brown的感覺 另外這件衣服本身是今年最流行的這隻綠色 還有這隻非常顯白的藍色 很顯元氣很精神的 配搭一些牛仔的色或者黑色的單品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好看的 這件Cortonon我經過就看到還有 大家快點入手 我穿的這件是中馬來的 除了剛剛說的針織外套之外 秋天我覺得非常之需要的就是一件西裝外套 我自己有的collection分別有米白色、薄荷綠色、白色和黑色 大家可以除了試試Milkies的西裝外 另外兩間我自己都很推介的店 就是Sara和Love Bonito 他們的西裝外套的版型都做得挺漂亮的 西裝外套可以配襯的衣服超級多 無論你裡面是襯T-shirt、牛仔褲 又或者是襯一些bra top 再加裙子 帥小小的你真的瘦一點 可以就這樣穿bratop或者短T 再加單車褲、波鞋 其實全部都可以的 就算你是比較小的女生都不用太擔心 甚至你選擇西裝外套的款式 不要太大件去壓住你的高度的感覺 我覺得就OK的了 如果你是比較高的女生 但是又比較有肉的 西裝外套也是你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她絕對是肉肉女必備 如果你們擔心西裝外套穿太過年 你裡面又可以再配襯一些碎花裙 又或者是一些簡單的one piece 看上去也會女生的溫柔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一定一定要有的 最近這幾條關於fashion item的影片 我都有講過鞋 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擁有的兩對New Balance 這一對就是大家應該不會陌生的327 我選的這隻色 就是一些橫白色再配上了棗紅色在後面 如果大家有看開一些介紹New Balance的鞋 應該都會知道327都算是他們所有鞋裡面 其中一對最瘦腳型的鞋 是會穿到小腿的腳裸最瘦的 因為它這個設計 是會令到你的小腿左右和正面都會露出來 腳裸位是會最出的 所以這一對真是無用之意 是非常非常之厭顯瘦 另外一對就是我比較新入手的996 相對之下就沒有說好像這一對這樣 可以穿好整個腳裸出來厭顯瘦 但是它就會令到對腳看上去正面看是收長一點 對腳看上去好像瘦一點 還有它這隻色是一對非常之靚的奶油淺啡色 在運動家還是馬拉松已經買到 價錢只是719元而已 穿襪穿都是很好看的 可能一些長身的衛衣 再配襯短裙仔 又或者是大褲長褲 再配襯New Balance都是非常之好看的 長鞋我最近這幾年就比較少穿 因為始終對腳真的粗了之後 就很難carry到長鞋 但是短鞋這兩對真是終極推介 如果大家有買開Milkis的東西 又或者是有看過Milkis的live 應該每個冬天都有聽過我們說的 這一對是羊皮的軍鞋 幾年其實都是很流行一些衝突感 就是你上身可能都穿得比較斯文的一條one piece 你下身一樣都是可以穿這些軍鞋 那它雖然就沒有像Dr.Martin那樣 那麼有份量 那麼有型格感 比較尖一點 令到你整個感覺看上去 沒有那麼容易穿到腳很粗很短 裡面也是有內增高 外面也有大概3-4cm左右 所以它整體會暗暗地幫你增高了6-7cm 穿脫的時候也非常方便 因為旁邊是有拉鏈的款式 所以就不用像Dr.Martin那樣自己在綁帶 跟你穿球鞋走的感覺是真的很差不多 所以這一對如果還沒買的朋友 我是終極推薦 然後就是這一對白鞋 其實不買我們店鋪也可以的 你可以買其他任何的日系店鋪 好像GU那樣都有 高跟鞋一定不會很舒服的 但它這個鞋就大概有6-7cm左右 不是一個超級高的鞋 所以不會很難走 也是方巾 鞋頭是比較方小小型的 所以就不會很夾腳 這些鞋一定要找些比較貼腳裸型的 就會拉長你小腿的比例 還有它的高跟 就會令到你整對小腿看上去真的會長很多 還有你配上一些短裙、白摺裙 或者是一些牛仔褲 撞起褲腳 甚至是一些黑色的喇叭褲 然後你穿到8分9分這樣露出 這對鞋的下半部分其實都會很漂亮 每一年都會拿出來穿 還有拍照都是超好看的一對鞋 這條片應該都會相當之長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這一大堆產品的分享 出這條片的時候 我應該已經回來香港了 接下來就會有一系列的泰國片 大家記得期待一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vice recommended 還支持未來的 integrity 此冊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